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的国家 遭到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袭击后 他们把乌克兰作为报复对象 这种操作就是不顾俄罗斯老百姓的安全 一切为了发动战争者的意愿 战争失败,发起战争的人要受惩罚 音乐厅遭恐怖分子袭击 好像他们没有责任一样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其实,俄罗斯和伊斯兰国一路货色 都是破坏世界和平的货手 连现在的塔利班也不如 塔利班不抢别人家的土地 只在自己的地盘上耍横 近期网上流传了一个笑话 塔利班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伊朗谴责塔利班袭击他们边境地区 哈马斯谴责伊斯兰国袭击俄罗斯 俄罗斯不谴责伊斯兰国 把报复行动指向了乌克兰 俄罗斯就是专心抢乌克兰土地 任何行动都会围绕着这条主线 近日,俄罗斯又出动了多架战略轰炸机 对乌克兰展开了大面积的轰炸 轰炸一直延伸到了乌克兰最西部 利沃夫 距离乌克兰与波兰边境只有20公里的位置 据乌克兰方面报道 利沃夫遭到20枚俄军巡航导弹 和7架自杀性无人机的袭击 乌克兰全境有20多个发电厂和变电站被破坏 最严重的是地内波和水电站 遭到了俄罗斯多枚导弹的袭击 目前大坝受损严重 乌克兰正在采取措施 避免溃坝 3月25日满嘴谎言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罗瓦发文说 在克罗库斯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后 美国试图通过提及伊斯兰国来为乌克兰开脱 但美国政客却调到了自己的叙述陷阱 因为伊斯兰国是美国创建的 现在他专门攻击阿富汗塔利班 伊朗与俄罗斯 扎罗瓦称 美国用伊斯兰国为乌克兰开脱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不受监督的提供给基辅政权数十亿美元 和数量空前的武器还伴随着腐败 对待俄罗斯咄咄逼人 伴随着狂热的民族主义 美国禁止就乌克兰问题 开启和平谈判 无休止的呼吁以武力解决问题 拒绝谴责基辅政权多年来 实时的恐怖袭击 以及对泽连斯基任何情报和政治支持 所有这些都表明 白宫参与了乌克兰对恐怖主义的赞助 俄罗斯的剧本编的再好也起不到作用 他们只要不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 没有人相信他们的鬼话 他们现在也知道这场战争不会有好的结果 但还不能撤军 因为撤军标志着宣布失败 俄罗斯国内会出现一些大的变化 当然不可或缺的是发动战争的人要被追责 正是因为这一点 发动战争的人宁可让这场战争 把俄罗斯消耗到倾家荡产 也要为自己避免惩罚一错再错下去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例行讲话时说 整个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了俄罗斯当局的恐怖袭击 他们袭击了乌克兰发电站 居民楼连城市里的公共交通车辆也不放过 俄罗斯人民已陷入了与普通民众的生死搏斗之中 仅一切可能杀害更多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特平台上发文 发生在俄罗斯的1999年公寓楼爆炸案 2000年库尔斯克潜艇灾难 2004年别斯兰学校围困事件 2006年波利特科夫斯卡亚谋杀案 2009年马格尼茨基谋杀案 2015年涅姆佐夫谋杀案 以及其他许多批评者 俄罗斯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 基罗马亨、MH17以及入侵乌克兰时都撒了谎 这只是俄罗斯谎言中的一部分 普京试图将乌克兰或其他西方国家 与莫斯科附近的枪击事件联系起来 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仍然将谎言进行下去 库列巴说 俄罗斯当局唯一的目的 就是鼓动更多的俄罗斯人 支持俄当局对乌克兰的罪恶战争 以及灌输更多对其他国家的仇恨 不仅是乌克兰人 而是整个西方国家 如我们在袭击事件刚发生时的分析 俄罗斯会利用袭击事件将战争升级 佩斯科夫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说 特别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一场战争 因为西方支持了乌克兰 少爷谷早些时候说 俄罗斯计划再建两个集团军 这些都是俄罗斯试图 升级乌韩战争的迹象 俄罗斯民众现在并不支持 在乌韩的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再动员会引发更多的事情发生 所以俄罗斯要找到一个理由 能够说服民众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使俄罗斯当局有理由动员 袭击事件发生了 有了充分的理由动员 敌人已经打到江门口了 当局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迫不得已 要大规模的动员 佩斯科夫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成为了战争 也是为俄罗斯动用一切军事力量 提前找好了理由 无论是义务兵还是合同兵 以及被动员的人 都可以被派往前线参加战斗 莫斯科郊区音乐厅 袭击事件发生后 俄军向乌克兰发射的航空炸弹上 写了为克罗库斯的字样 显然是俄罗斯的操作已经达到了目的 把毫无证据的说法转为现实 毫无疑问 俄罗斯在动员时 仍然会利用音乐厅袭击事件做宣传 就像俄罗斯民众知道 不是乌克兰干的 也难以阻止俄罗斯的宣传 起到动员的作用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进入表示 俄罗斯军队使用的航空炸弹 是在夏诺夫格罗德州 沃洛达尔斯基一家军工厂生产 距离乌克兰前线800公里 乌方计划将它摧毁 资料显示 俄罗斯使用的FAB-3000航空炸弹 是苏联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生产的 一款三吨级航空炸弹 该款炸弹早已停产 现在俄罗斯军队已没有足够的弹药可用 在去年下半年 又恢复了该款重磅航空炸弹的生产 俄罗斯逮捕的几名恐怖分子被质疑后 俄罗斯警方为了证明俄方的说法 在网上公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的人就是被抓获的嫌疑犯之一 俄罗斯警方称法里杜尼于3月7日到1月大厅去过一次 是为了袭击行动踩点 法里杜尼在当天像游客一样到处拍照 正好遇上一名俄罗斯记者在那里 他还让记者给他拍下了这张照片 3月25日俄罗斯报道 克罗库斯16岁的员工亚历山大 3月7日那天 他在克罗库斯的自动扶梯附近工作 照片上这名男子的举止可疑 俄语说的不好 问他这是在哪里 在门厅里走来走去 当时这名少年负责向人们解释如何走大厅 更衣室和其他地方 年轻人从法里杜尼穿的夹克上记住了他 后来在摄影师的照片中认出了法里杜尼 俄罗斯搞得越来越戏剧性了 伊斯兰国声称为袭击事件负责 俄罗斯连一句谴责的声音都没有 却把矛头指向了乌克兰 正能看出来 俄罗斯的一切操作都是为了乌克兰前线 仇恨已经拉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表演 昨天夜里至今天凌晨 俄罗斯军队发射了大批的无人机和导弹 袭击了乌克兰城市 遭到袭击最严重的是哈尔科夫 发生了15起爆炸 乌克兰首都基辅也遭到了袭击 防空部队拦截了俄军发射的无人机 整个城市拉响了空袭警报 暂时还没有看到基辅的损失报告 25日凌晨 奥特萨和尼古拉耶夫州响起了空中警报 半个小时后 奥特萨遭到来自黑海方向的无人机袭击 多地断水断电 以证实有能源基础设施损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视频讲话中说 从周一到周日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90枚不同型号的导弹 和近140架无人机 侵略者还在前线投下了超过700枚航空炸弹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恐怖袭击 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乌克兰已经有了回应能力 不再是战争初期 单方面遭到空袭 3月25日凌晨 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做出回应 位于罗斯托夫地区的 新切尔卡斯克电站的变电站 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 罗斯托夫州州长戈鲁布夫称 火灾中没有人受伤 大火已被扑灭 俄罗斯媒体在电报频道称 火灾是由乌方无人机袭击引发 据目击者称 有多架无人机击中了目标 众人食材火烟膏 十几火炉烤鹅兵 一名来自爱尔兰的19岁志愿者 是玩游戏机的高手 一直随乌克兰军队 在阿富地乌卡前线战斗 近日 这名志愿者操作无人机 仅一天的时间内 就摧毁了俄军6套榴弹炮 还消灭了两名俄军士兵 乌克兰记者对他进行采访 俄乌战争接下来看点 战争升级也不可避免 俄罗斯不甘心在乌克兰的强地失败 我分析克里姆林宫会在今年 俄罗斯魏国战争纪念日宣布动员 俄罗斯记者 从克里姆林宫新闻处了解到 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式的彩排 将于5月5日举行 而阅兵式将于9日正式举行 克里姆林宫担心的选举已过去 动员30万新兵的消息也放出来了 袭击事件也发生了 这些条件已经具备俄罗斯当局 有理由宣布动员 我认为动员的规模会超过 少爷古说的30万 俄罗斯要拿出家底 在乌克兰前线一搏 西方也在为可能出现的战争升级做准备 除了对乌克兰加大武器和资金援助以外 波兰从美国内里 得到了更多的装备和导弹 法国也开启了军工模式 德国正在将海外的军工企业 生产的武器装备收购并向国内集结 种种即将表明这是一场大战的前夕 近日 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向德国 出售100多辆装甲战车的协议 该协议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笔军销合约 根据协议 德国武器制造商 莱恩基础公司将在其位于 澳大利亚东部昆士兰的工厂内 生产全时权步兵战车都出口到德国 加强武装德国陆基 据德新社报道 该期目前也在德国议会获得通过 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所这项合约 对澳大利亚经济而言 价值超过10亿澳元 他将保证600多个直接就业岗位 以及遍及供应链各环节的更多就业岗位 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表示 该协议是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防务出口协议 声明说 制造并向德国陆军出口全尸犬步兵战车 是两国关系的加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越打敌人越多 没有人会想到阿塞拜疆会援助乌克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一天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签署了俄罗斯联邦与阿塞拜疆共和国联盟协作宣言 双方看似亲的不得了 俄罗斯在亚本亚与阿塞拜疆夺取纳卡地区时 还偏向了阿塞拜疆一方 让亚本亚期待不再与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合作 3月25日 乌克兰军方与阿塞拜疆国防部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 阿塞拜疆同意向乌克兰提供135门23毫米的高射炮 乌克兰方面称这批高射炮先运到第三国 然后再运往乌克兰 所说的第三国就是土耳其 这样的交接方式比较安全 阿塞拜疆此前向乌克兰援助过扫雷车 这次是首次援助武器 232高射炮是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产品 主要装备苏军步兵和高射炮部队 如果用这些高射炮打现代化的战机 有点不现实 但这种武器对付俄罗斯自杀式的无人机 和巡航导弹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接下来看俄罗斯还怎么怒 亚伯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投靠了西方 呼啦 接下来看一则快讯 乌克兰通过获取的情报精确的锁定哈马斯 在拉西迪亚难民营领导人哈迪穆斯塔法 随后发射一枚精确制导导弹 将其斩首 报道称 在加沙拉法和难民营里 有越来越多的加沙群众 为以色列军队提供情报 希望提前结束这场战争 也有汉马斯成员弃暗投明 为了被抓到后免于或减轻惩罚 愿意为以军提供情报 在加沙南部地区的汉马斯 领导人只要一露头 就会有人向以军提供相关情报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生的实属归宜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工作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话题 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荒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 恳请大家能够多度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 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 进行打赏 在此 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